我们感谢你,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公民, 我们选择公义, 我们宣告天堂被打开, 仇地的人力不能够摧毁神在这土地所开始, 我们的父亲都听到你的哭泣, 他们就做对的事情, 我们祷告我们的下一代, 并继续走在公义的道路上, 我们都对马来西亚说, 奉耶稣的圣明, 你会兴起来, 你不会跌倒, 你不会被贪污所击败, 或者是被贪污的人士所击败, 就算在过去的时代, 在现在的时代, 或者是以后的时代, 邪恶的人不能够住在我们的土地, 自如公义的人才可以, 我们祷告马来西亚, 神的光要照到她, 黑暗要逃跑, 我们要听众这个热忱要带来改变, 看见新的日子开始, 我们要带来改变, 我们要成为改变的管道, 我们要成为国际城市者, 重新建造城市, 我们要影响城市, 还有震撼我们的国家, 今天早上给我们这个明白, 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位上, 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沿途, 感谢祢在我们生命所做的, 感谢祢在我们生命所做的, 感谢祢在我们灵所做的, 保护我们的孩子, 保护我们孩子的未来, 今天早上我们尤其向祢福求, 祢的恩手领导保守我们的财务, 保护我们的家庭, 保护我们的孩子, 保护我们的婚姻, 保护我们的工作, 保护我们的生命还有健康, 使我们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一切我们所需要的, 能够完成祢的旨意, 我们感谢祢, 奉耶稣的圣名, Amen。 我们打开加拉泰书的第三章, 加拉泰书的第三章, 加拉泰书的第三章, 第十三十四节, 基督呢, 已经把我们从这个 立法咒诅中救赎了出来, 基督把我们从立法咒诅中救赎了出来, 祂成为我们的咒诅, 直到基督, 亚伯拉罕的祝福了, 可以临到外邦人, 直到我们借着信心的可以领受着神的应许, 圣经简单的, 耶稣成为我们的咒诅, 祂挪去了一切的咒诅, 祂挪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 从我们生命中一切邪恶的事情, 祂挪去, 给我们这个机会, 有个新的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 祂除去这些咒诅, 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 我要让你知道神要开始释放超自然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 环境会改变, 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不能改变, 为什么? 当我们改变的柔和州价, 从礼拜改成拜五,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但是我们要适应, 我说我们要适应, 当事情开始发生,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道路不能够改变, 如果我们要走向这条道路, 我们不能够半途而废, 任何事情周遭地发生, 不能够拦阻我们完成神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 你不能够放弃你的这个里程, 你必须完成这个赛程的时代, 我们要走下去,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做得到, 不论财务及困难, 你必须信靠神是你的供应者, 我说你必须信靠神是你的供应者, 你不能介绍环境地活出你的生命, 你必须活出这种生命, 借着你内心圣灵的感动, 我们必须活出的生命, 世界可能改变, 但是我们内心的感动会带着我们向前进, 可能我们需要争战, 可能我们需要在沙漠里面, 可能我们需要在大海当中, 可能我们需要在高山上, 环境不要紧, 你的内心的感动才重要, 你听到吗? 你的内心的感动才重要, 借着你的信心的神是要成就, 但是如果环境改变了, 你依靠环境, 祂会吞没了你啊, 所以神要你确定, 你是谁, 为什么神扶着你, 为什么你不能够失败了, 在这环境当中, 为什么你不需要失败, 为什么你不需要妥协, 但最终在最后坚持到底的将来得救, 在任何的赛程, 我们要完成这些赛程, 在任何的战争, 我们要打赢场战争, 你不需要刚强开始, 然后很软弱的结束, 刚强开始, 刚强结束, 不要成为舒适或者是妥协, 所以我给你们十二个原因, 为什么神信靠你, 信任你, 为什么祂要你兴起来, 为什么你可以兴起来, 成为更加的好, 你可以说Amen吗, 跟我讲, 你可以说Amen吗, 我要你来信靠神, 我这一本神也要来信靠神, 每个人在他们面前的都是跟我一样, 同样的跟神有这种的联系, 祂是我的天父, 祂也是你的天父, 祂供应我, 祂也可以供应你, 你听到吗, 但是你不能改变了一个道路, 神叫你去哪里, 你要下定决定说, 我要去到, 不断走下去, 神叫你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继续走下去, 因为你是谁, 因为神要教导万国, 借着你的生命成为一个例子榜样,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答案, 怎样做, 如果在你面前你们做得到, 我做得到, 你就没有这个借口, 你不能说爸爸做得到, 我做不到, 如果我做得到, 你也做得到, 听到吗, 那我打开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我分享的十二这样重要的事情, 是在祝福怎样临到我们的生命, 从世纪第十二章, 第一跟第二节, 我们会读到第三节, 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神的话语被发出去的时候, 你要敞开你的前心, 你们听到吗, 你要敞开你的前心, 因为你不知道, 神的一句话语可以永远改变你的生命, 如果你要突破,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不是听而已, 请求神给你的最需要的那句话, 这才重要, 如果那种子可以临到你的心中, 如果那种子可以临到你的心中, 将会有新的旅程的开始, 所以你必须双耳的小心地聆听, 耳朵也要打开来聆听, 心也要打开, 还有思维也要打开, 这种的心态会使得话语进入你的心中, 你不能够很保守的, 你必须很积极的, 我说你不能够消极的, 你必须很积极的, 中动的, 但我们站立起的时候会更加注意力可以集中, 所以如果坐下来这样聆听的话呢, 是个很不好的姿势, 因为坐住的时候, 有时候呢, 太过舒适了, 很好的空调, 还有很平安, 闭上你的眼睛呢, 叮了一声, 就可以打开睡, 睡下去了, 所以你不要参与那些最糟糕的祷告会哦, 耶稣呢, 带了三个门徒去祷告的时候, 他三个门徒都睡着了, 耶稣祷告会出来的时候很刚强, 他们出来的时候更加弱了, 他去呢, 完成他的使命, 另外三个人呢, 失散逃跑了, 完全地逃掉了, 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祷告会, 我们必须参与祷告战士, 所以星期三, 下个星期三我们一起来交会, 不要成为呢, 那个睡着的彼得、耶稣跟彼得, 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 创世纪第十二章, 今天早上跟我一起来看, 我在使用我所有拥有的力量来帮助你们, 你们必须跟我一起这样, 如果你睡觉的话呢, 这样是个犯罪, 不要这样做哦,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成, 祈祷你的地,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要叫别人得福, 我为你祝福的, 我要赐福你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 这件事你准备好了吗, 为什么你可以打赢每一场征战, 你所做的事情可以带来重要的改变, 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是谁,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那个撒种是撒种, 撒种的两个种子开始去撒种, 你必须知道你是谁, 撒种的比喻的就是打开了一切启示关于神的国度的, 你必须知道你是谁, 因为如果你是谁, 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这是你的生命, 这就是你是谁, 所以你整个未来你都可以计划好, 你能够被预测到了, 你知道你要朝向哪一个方向, 你听到吗, 写下第一点, 神的盟约, 是一切神的祝福的开始, 神的盟约, 是一个基础, 是一切神的祝福来领导你的基础, 所以当神跟你立下这个盟约, 来是借着这个交易交换, 一切祂所拥有的就要领导你, 来是超过这个合约, 来是个盟约, 神的签名下去了, 你也签下你的大名啊, 神会检守祂所签的, 你也两个人都履行这个合约, 跟我一起说, 神的盟约, 乃是这个交换的基础, 祂一切的应许, 你说神应许了你, 你也应许了神承诺了, 你们两个的整个保守在一起呢, 就是祂所立下的盟约, 所以你不能够给你失败, 因为神跟你在一起, 你听到吗, 神帮助你, 你不能够失败, 因为神在盟约这边帮助你, 祂不是个睡觉的伙伴, 祂是个积极的, 祂说出祂的应许, 祂行出祂的应许, 祂成就祂的应许,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看到一切神迹的发生, 然后现在的被打开, 然后听见, 一切神迹开始发生, 神就释放了这个祝福, 乃是因为的盟约, 乃是祂跟我们所签下的合约, 因为祂所讲出的话, 祂行出来, 神祂话语所说出来的, 祂必须行出来, 所以祂的话语跟我们话语一起的同意, 在婚礼的时候我们爱婚的新郎新娘, 你呢,要娶这位妇女吗? 你要嫁给这位男人吗? 当你说我愿意, 就是在天堂呢, 已经被印记起来了, 在社会里面每个人都看到了, 那时候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所以一些人呢,没有这种的交换, 因为你不断改变你的誓言, 今天你说我要来侍奉神, 明天那些事情发生了, 你说可能迟一点啊, 如果你活出这样的生命, 你就是没有那种不改变的那种基础, 整个马来西亚国家是建议法来支持的, 我再一次改变我早讲了, 我刚才讲的话有点错, 这个宪法应该指示我们走对的道路, 整个国家走对的道路,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他们改变的宪法超过两百次了, 所以他不断地改变他们的标杆, 但是我们跟神所立的盟约呢, 我们不能够像马来西亚政府这样, 不断地换到盟约, 如果我们说是就是是, 如果你说不要就是不要, 如果你像神做到这个尾声, 你不可以改变, 为什么你需要改变, 因为你害怕吗, 不要让这个拘盼来领导你, 如果你相信祂的话, 要不断走下去, 你将不会伤心, 我说我们将不会灰心, 我说今天个早上看着我这里, 你不需要灰心, 你不需要被击败, 因为你所说的呢, 神听到, 但马来西亚说, 当我们在彼此交叹的时候, 神听到我们所讲的话, 祂你所讲的话, 神都写下来, 所以当那一刻呢, 神应行的时候, 祂可以把这些东西赐给你, 但是如果你不断改变, 今天你说是, 明天你说不是, 所以你所讲的话呢, 都不能够保守,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不能够继续祝福了这个基础, 所以神要你, 明白这一点, 如果祂跟你说, 如果你跟祂说了, 你跟神立下这个盟约了, 不要回头, 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能够看见, 继续的看到这个祝福, 因为他们改变了规则, 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规则, 你不能够, 你所说的, 承诺的, 你必须继续保守, 今天早上听吗? 每个人都有听吗? 很清楚了吗? 这个盟业呢, 就是一切祝福的交易基础, 如果你是地主, 你有这间屋子, 我是租客, 我们立下这个合约, 这个合约使得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 我承诺做一些事情, 地主承诺做一些事情, 所以两方面呢, 都领行他们的承诺, 有时候人家的话呢, 不能够很强的那种, 所以必须有一个见证, 叫一个律师来做见证, 把这一切的印记起来, 这是你所讲的, 这个是你所讲的, 所以律师把两个人带在一起, 然后律师做这个见证, 他说, 这律师有一份合约, 租客一份, 地主一份, 有三个人的见证下, 他就成就了, 你还没有进入我家的时候,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必须有去, 你还没有离开这间家的时候, 把屋子交换给我的时候, 你要有去这间屋子, 但是这个租客呢, 如果呢, 拿掉这个门啊, 把风扇拆掉了, 或者是屋主给的电视呢, 他也把它拿掉了, 这个的话呢, 他们就不遵守这个合约了, 今天早上也知道, 一切事情从那边开始, 两个人的交易呢, 是从一个文件, 一些文件开始, 或者是一些话语开始, 一些应许, 你跟我们能够联系在一起, 绑在一起, 所以很重要我们要确定的知道, 神说你要做的, 神说祂所说祂可以做, 祂是跟你所立下这个蒙面, 一切你所答应的, 你所承诺你必须做出来, 所以你跟神里面没有那个冲突, 有时候我们比较愚蠢, 你发现到一些事情你不能做, 你不能控制生命很多事情, 你要来参与我, 我说参与我, 因为如果你一个很强的伙伴, 如果你的伙伴很强, 他们可以输入一些所需要的来拯救你, 但是基督徒比较愚蠢, 我们不断地改变, 每个星期日都改变, 星期一又改变, 不持续不改变, 我要你跟神有这个蒙约, 如果神可以抓紧你的话语, 你所讲的事之事, 然后你可以抓紧祂的话语, 他所承诺的成为真理, 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 当他们告诉你, 你怎么样可以成为带有能力的改变观, 你必须跟神有这个蒙约的联系, 举起你的手来今天早上, 天父来洁净我, 天父洁净我这时候, 我的心来是清洁的, 我要你把你的律法写在我心中, 我所讲的, 我要你注意的听, 当我把我的心跟你联系在一起, 跟你活在蒙约里面, 这个交换可以允许一切的祝福, 一切你的旨意, 一切你所要做的, 在我的生命, 将它成为事实, 帮助我活出的, 以话语的应许, 我所承诺的, 我必须做, 我所承诺给你的, 我必须行出来, 我只单单敬拜你, 侍奉耶稣的圣明,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成为不一样, 为什么你可以站起来, 当神看着你的时候, 看着你好像站起来, 就是说你是出色的, 当神从天上看下来, 祂看见那些跟祂有蒙月关系的人, 祂的眼目在专注于他们, 这就是秘诀, 在地上的几百亿人, 几十亿人, 为什么你是不一样, 因为你跟神有这个蒙月, 你有这个合约, 你跟神有直接的交易, 听到吗, 你跟神有直接的联系, 这使得你不一样, 所以任何时刻神要运行, 祂会选择你, 再一次说出来, 当神要运行的时候, 祂会拣选你, 因为你已经跟祂联系了, 为什么盟业很重要, 你的心要很清楚地知道, 当你跟神承诺的时候, 你要持续这个承诺, 我们有很多理由, 为什么我们会改变, 大部分的都是借口, 听到吗, 哈喽, 你们听我讲吗, 大部分的这些东西都是借口, 如果我们要, 我们可以改变, 但是我们不断改变了那些建法, 然后人们就很伤心,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 还有那些少数民族, 来自一个团队的一部分, 每个人他们都有承诺一些权利, 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这一些, 我们都跟这些联系, 然后你改变了这些宪法, 重新写这个宪法, 一些人得到更多, 一些人得到更少, 一些人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可以看见国家这个地步, 这个地步是怎样的, 我们的生命的地步, 也跟他们没有两样, 每一次我们手指指着政府的时候呢, 有三根手指指挥我们, 很容易地说, 他们每一次改变这个宪法, 但是多少次你在神面前改变了, 你跟神的谋缘, 所以如果你要神继续, 来兴起你成为了改变的管道, 成为第一个被神拣选的, 成为第一个被神所拣选的, 当神看着麻布的时候, 祂说你是第一个我可以信任的, 因为你跟谁呢, 神所话与所讲的, 不是一天刚强, 一天软弱, 你听到吗, 跟我一起说盟约, 乃是一切的交换, 你跟我的交换, 我孩子跟神的交换, 我的后代跟神的交换, 所以这个盟也很重要, 还是写在你心中的, 神不会使得你失败, 虽然呢, 很多时候你失败, 祂不会否认祂自己, 祂还是改变你, 把你带回这个合约里面, 然后继续祝福祂祝福你的, 所以盟约它是带有能力的, 有时候你软弱的时候, 你不能完成了, 你的承诺那部分, 神会给你的力量, 神会给你完成, 所以你不能够愚蠢, 我们要很有智慧, 切把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是的, 你之前所做的, 你要继续做下去, 你所承诺要奉献, 你要继续奉献下去, 不要妥协了跟神, 跟我一起说, 盟约乃是一切叼换的开始, 直到祝福能够发生,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你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你有一个很强的伙伴, 一个很强的供应者, 如果神是帮助你的, 如果神跟你合在一起, 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抵挡你, 这就是我的保护, 我们不是每一次都很刚强的, 来来跟我讲, 我们不是每一次都很刚强的, 但是祂是, 神是, 你不是每一次都很勇气的, 但是神是, 所以最好呢, 跟神呢, 站在神那里, 停止活出这个肤浅的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每次说教会必须兴起来, 教会必须兴起来, 不然的话国家会倒塌, 会跌倒, 这就是, 你可以看见为什么, 有基督徒有神呢, 我们不能够达到, 你想那些非基督徒没有神, 他们可以达到, 所以教会必须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 我们必须倒回去那个盟约, 神跟我们所联合的盟约, 如果你是那个人, 祝福的会满一处, 所以我们倒回去那个交换, 这个盟约的交换会是祝福的领导, 第二点, 神说, 神说祂要赐给你的个人的祝福, 你会从神那里领受个人的祝福, 神说, 我要祝福你, 神说, 我本身要来祝福你, 所以你可以成为神手中所卷醒的器皿, 因为神本身要来祝福你, 神说, 我要祝福你, 这是很奇妙的对吗, 是不是很奇妙呢, 但神说, 我要来祝福给你, 还是神很积极地要在你的生命做一样的事情, 神要倾倒祂祝福给你, 祂说, 我要祝福你, 不是人要赐福你, 不是女人要赐福你, 不是环境要赐福你, 神说, 祂本身要来赐福给你, 祂是借着祂的荣耀丰富, 祝福我们的,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借着我们的薪水来奉献, 但是当神给我们, 来,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跟我一起说, 神也应许了, 跟我一起说, 神已经应许了, 祂要祝福我, 那个咒诅不能领导我, 跟我一起说, 咒诅不能领导我, 邪恶不能领导我, 神说,我要祝福你, 神说,我要祝福你,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蒙愿的交换, 第二点,神本身应许祂要祝福我们, 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当你看到天堂, 一切称呼为神的祝福都可以领导我们, 你可以成为神祝福的管, 当神呢,你可以扭转神, 当神呢,看着你的时候, 祂要祝福你, 神说,祂会命令祂的赐福临到我们, 这些祝福要追赶我们, 谁是祝福的源头呢, 我问你们谁是祝福的源头, 所以你不需要靠人, 要人来祝福你们, 神本身, 神说祂要来赐福我们, 你要记得这一点, 第三点呢, 神会使到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解决来神会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神说,不但但我要祝福你,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早上跟我说, 神说,我要来赐福你, 不断赐福你, 不断更加赐福你, 使用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就是个危险性在这里, 你要神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不要祝福别人, 当这个河水不停止流露的时候, 当这个河水不再流出去的时候, 就是成为死水了, 更多的泥栏在里面的泥加, 当河水在流的时候, 鱼可以住在里面, 那些不再流的东西就开始腐败了, 但是神要超级地祝福我们, 不但我来祝福你,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举起你的手来, 天父帮助我, 成为了祝福的接受者, 还有神的祝福, 所以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奉耶稣的圣明,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改变世界, 为什么你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神会来祝福你, 很确定的, 你怎样确定呢, 我跟祂有这个号约, 我跟祂有这个蒙面, 然后神本身说祂要祝福我, 使到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不是祝福你, 使到你可以死去, 祂祝福你, 使到你可以把祂生命献出去,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 但是如果你还被祝福别人之前, 你本身首先要领受这个祝福, 所以那些被神祝福的, 他们发现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阶层的生命, 我来到教会, 我所有的需要都在满足, 我有一间屋子, 我有一两个车, 我一个太太, 我有孩子, 我有一些狗, 这些祝福都在那里, 这是你所需要, 你请找的吗, 我们不断要得到祝福,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生命, 可以告诉别人怎样可行, 做得到, 说神会祝福我, 跟我一起说, 神会祝福我,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说我要祝你别人的祝福, 得祝福, 得到了吗, 你写下来了吗, 你写下来了吗, 写下第四点, 这个第四个原因, 为什么你可以成为改变世界者, 夺起城市者, 你是很不一样, 你是神所策略的人士, 因为神已经应许了, 别人的祝福在你的生命, 神也应许了, 别人的祝福在你的生命, 别人的祝福, 神说别人会来祝福你, 祂不能说我要祝福你, 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说我要使用别人的祝福你, 你听到吗, 是不是很奇妙了, 神已经决定要祝福你, 直到你使别人得福, 神要兴起别人的祝福回你, 这是讲到别人的祝福, 祂说要祝福你的, 我要祝福他, 说别人会不会祝福你呢, 我说你们别人会不会祝福你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神要祝福他们, 你现在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现在神要使用别人的祝福你, 多少人要期待这些事情发生的, 你的邻居要来祝福你, 你的街上来祝福你, 当地人能祝福你, 那些卖物质的人要来祝福你, 奉耶稣的圣灵, 那些人要供应商来祝福你, 不要紧,不要紧, 不用找钱了, 不要紧了, 你几次还我都不要紧, 这样好不好呢, 我说这样好不好呢, 因为神说我要来祝福你, 祝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说那些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 你说我要领受, 跟我一起说我要领受, 别人的祝福, 别人的恩宠, 神要使用别人来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当开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想的是不可能的, 当你开始做一些事情, 不要以这个思维说, 没有人会来帮助我, 那帮助会从各处而来, 因为你的神体是要来的决定, 要祝福你, 祂会使得别人的祝福你, 你听到吗, 跟我一起说你听到吗, 很多人都不断地来祝福我们, 听到吗, 跟我一起说别人的祝福, 我要领受我的祝福, 现在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也领受别人给我的祝福,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解下第五点吗, 神经应许了弥赛亚的祝福, 神经应许了弥赛亚的祝福, 就是救世主的祝福, 所以, 神经讲的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 他说借着你, 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神在做什么, 祂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 使得你可以把基督带到每个家庭, 基督的祝福, 生命的祝福, 还有平安的祝福, 听到吗, 神可以使用你, 把这个弥赛亚的祝福带给别人, 每个家庭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神, 每个家庭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祂的爱, 他们需要祂的赦免, 他们需要祂的平安, 所以因着你的世界的万主都得祝福, 神要使得我们成为祝福给别人的家庭, 借着你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得福, 不是给他们, 他说在你里面, 因着你, 借着你, 祝福每个家庭, 当你回去的时候, 回到你的达曼, 你住在那里的时候, 当你驾车经过第一间家, 第二间家, 神在告诉你, 你可以祝福那个家庭, 那个家庭, 还有那个家庭, 而不是想着他们是陌生人, 你可以祝福他们, 因为你这个地位可以祝福他们, 神要你改变世界, 开始改变这些家庭, 神要你触摸这些家庭, 触摸你姐姐的家庭, 触摸你哥哥的家庭, 因为因着你世界各万处都得福, 所以我们可以带来基督进入每一个家庭, 过去说, 基督进入每一个家庭, 平安进入每一个心中, 神要带来这种大大的使用, 你知道可以成为一个祝福, 所以神祝福了你, 神祝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给你别人会来祝福你, 神给你一些恩赐的, 神让你可以祝福别人的家庭, 神让他们家庭改变, 不但让你得祝福, 还有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可以得祝福, 借着你, 所以神使得你很有用, 神使得我们很有用, 不然的话, 你坐在那边, 你说呢, 我什么都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做得到,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做得到,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做得到, 我们就开始去做了, 开始操练了, 如果你只发觉到, 如果你做这些事情, 很容易做得到的, 你会赚两千块, 你不会停止去做, 因为祂会给你钱, 但是有益的, 你赚钱的, 每个人都要做, 神说我可以使用你, 能够带来艺术, 如果改变了整个家庭, 这个很奇妙的使命, 我说很奇妙的使命, 今天你可以, 你敢吗, 你敢, 今天傍晚, 不要走路吗, 不要驾车吗, 走路在你达曼, 然后站在他们的门前, 你说借着我呢, 这个家庭要得祝福, 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刻, 他们的家庭会改变, 你不相信吗, 那狗怎么办, 他的狗的意思也会成为你的朋友, 因为你现在是陌生人, 你不断的欺贪的家庭呢, 你不断的祝福那个家庭, 就算那个只狗了, 我会跟你站在一起, 听到吗, 因为动物也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他们可以嗅得到, 你听到吗, 他们也知道, 他们靠近你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你成为祝福, 说我会成为一个祝福, 给地上的万主, 就是彼赛亚的祝福, 基督的祝福, 活在我心中的, 会进入每一个家中, 奉耶稣的圣名,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改变世界的家, 你可以在马来西亚做一些事情, 你可能不能够去游行, 你可能不能够跟随我去到世界各国, 但是你可以祝福每个家庭, 所以你必须拿起一个挑战, 成为改变世界的, 其中一个我们教会需要做的就是建造家庭, 确保家庭是刚强的, 确保家庭是健康的, 确保家庭是能够保护, 婚姻得到保护, 财务得到保护, 因为如果家庭失败了, 教会就有问题了, 如果家庭破碎了, 教会也要一起跌下去了, 因为教会是藉着不同的家庭所建立的, 如果你每个家庭都很刚强, 如果你家庭很能干, 你是好的, 你的孩子也是好的, 你的婚姻是健康的, 然后你可以站起来帮助我触摸世界, 不能的话我要来到你的地步, 帮助你, 一年, 两年, 第三年你好了, 第四年又开始不好了, 第五年又再一次好起来, 第六年你又冷淡了, 然后我们拆遣Pastor Stephen和Julie, 去补导你, 来帮助你, 然后你变得更强了, 但是不可以了, 我们必须稳定, 我们是改变世界者, 为什么玩这个游戏呢? 你可以改变世界了, 你可以改变家庭, 你有这个才干的在你的生命, 神说祂要祝福你, 你这样多祝福, 现在你可以开始祝福别人, 神说我要使得别人的, 也来祝福回你, 我要把一切材料放在你心中, 你可以祝福别的家庭, 你可以说Amen吗? 多几说,你可以说Amen吗? 接下第六点, 神也应许了, 就是祂圣明的应许, 祂说我一直让你的名变成伟大了, 神在说什么? 你知道伟大的人就做伟大的事情, 但神说祂要使你的名伟大, 不是说你是成为出名的, 就是说你能够成为很有用的, 你就开始做伟大的事情, 而是被伟大的人所做的, 然后伟大的人产生出伟大的事情, 如果你是发明者, 你就会去发明, 如果你是赛跑者, 你会去赛跑, 所以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 你会开始地有着着业的表现, 今天早上跟我说, 我今天早上觉得我可以讲到更好, 但是你们会好好地聆听, 你必须增加一点点你们的兴奋, 只要你可以鼓励到我, 有时候谁要去我自己的房间跟我讲话, 因为我自己可以听到我自己所讲的话, 这些经历过马来西亚教育制度的, 我希望你们改变, 唯一一次他们讲的, 还是因为他们必须唱一首歌, 但是我们走超过这一切, 我们要超过这一切, 有一天你知道我所经历的困难, 我在头两个礼拜所学习到了, 我今天所才分享出来, 因为我相信如果把这些东西放进你们的灵中, 某些超正的事情会发生, 我在信靠神, 有时候那些人从世界各国来的, 他们从这里领受到祝福了, 回去改变他们的城市, 当我看见我们的某一些人呢, 我感到很伤心, 因为你不懂得知识这些属于你的, 你不懂得抵挡你所属于你的, 但是我会继续在这里, 直到你学习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习到, 你的孩子呢, 他就不能夺抓到, 他们那个世代不能够被改变, 但是借着你的世界, 万足的得福, 因为神说呢, 我要使得你成为你的名为大, 就是说祂把你带到更高的阶层, 做更好的事情, 能够更加着眼, 能够更好的唱, 然后更好的能够玩乐器, 跟别人更好的交谈, 更好的管理的财务, 我要给你一个大名的祝福, 神不断在要祝福我们, 祝福我啊主, 神要你祝福别人, 祂要别人祝福回你, 祂把种子放在你心中, 你可以祝福每个家里, 祝福孩子, 祝福他们的婚姻, 祝福他们的财务, 神给你这个进入, 可以进入他们的家中, 这是很奇妙的, 我说这是很奇妙的, 如果你可以站起来更高一点, 更加着眼的表现, 你是小组组长, 但是现在要去要更高的阶层, 现在你可以传讲, 现在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发一眼, 这是使得我们的名为大, 你不能够成为伟大了, 如果什么都没有做, 听到吗?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 你呢, 就提升他们, 把他们成为内阁部长, 他们讲话都是无聊的, 废话, 听到吗?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医生, 我们确保他们是学习, 考试及格, 他们的那些证习, 我们的证习, 最终呢, 才称呼他们为医生, 律师也是这样, 也要被召去法庭, 不是去他们那种酒吧, 但是在他们当中, 然后才允许了他们呢, 去操练, 作为政治家呢, 没有考试, 这是他们的证习, 来我们的学校的时候, 我们又给他们一个测验, 这些人呢, 直接走进这个国会, 因为他们的联系, 认识的人, 当他们张开口的时候, 你才奇怪, 这些笨蛋从哪里来, 他们不断的偏造故事, 不断的讲故事, 好像呢, 不断偏造这些旁边, 你很奇怪, 很多人呢, 就这样高了, 但是不能够填一个表格, 你很欺骗, 但是神的眼目专注于你, 我说神的眼目专注于你, 祂不单单要你兴奋, 祂要你去到更高点, 跟我一起说, 神会使得我的名为大, 因为我要去到更高的阶层, 我要成为更加的好, 更加的刚强, 如果我可以教导, 我要教导更好, 如果我能发一言, 我要发一言到更高的阶层, 我要去到更高的一层龙, 我要成为更加的好, 在任何, 我做的我才有很高卓业, 一个好的商人, 一个好的父亲, 一个好的母亲, 一个好的学生, 我要成为更加的好, 你每个人都在听吗? 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对吗? 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吗? 就算你也要你的孩子 去到更高的阶层, 如果你孩子七十分, 你说下一次更加勤劳, 下一个考试至少了八十分, 有时候你这样挑战他们, 然后说过后我请你吃饰式 cream, 过后买新鞋给你, 你第一个的话, 给你一个新的手机, 但是我们的孩子成长, 成长得更加的好, 对不对呢? 神教时代的名为大,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呢? 更多的人会来跟随, 好像你这样, 就是被争种子的祝福, 被争种子的祝福, 神说呢? 世上万主将因你得福, 你的后翼就好像海边的沙漿, 你的后翼就好像地上灰尘, 你的后翼就好像天上的星星, 神所说的就是呢? 对不起, 祂说祂要被争你的后翼, 你可以想象到有更多的人, 好像我们这样, 你可以想象到吗? 多的一百人, 更多两百人, 在麻坡, 好像我们这样, 好像我们这样祷告, 好像我们这样的敬拜, 好像我们这样的讲话, 好像我们这样的触摸城市, 是更加了五百人, 我们会被证我们的后翼, 神的应许我们, 祂说祂会被证我们的后翼, 所以我期待那些年轻的夫妇呢, 会参与我们的教会, 所以那些家庭会参与我们的教会, 当开始学校主办学校活动的时候, 你不需要被邀请, 如果任何时刻教会主办活动, 这个学校不需要被邀请, 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家庭, 不需要特别邀请你们, 教会跟学校没有不同, 教会也没有不同, 你也没有不同, 我也没有不同, 我们是同样的使命的一部分, 所以当任何事情有活动的时候, 你们就来了, 自动地来, 不需要被特别地邀请, 看那些来人, 我们这样的学校了, 你认识是谁, 你要认识是谁, 跟他们说话, 彰显你的热忱, 因为神要悲争我们的厚义, 如果我们有五百人这样的人, 跟刚强的祷告, 很强的敬拜, 可以的为基督做事情, 我们就有很强大的团队,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听到吗? 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我们真的是要有新的主义学老师, 那些真的要祝福孩子, 你要能够自愿地报名, 我们会告诉你, 要做什么, 因为很多家庭来, 很多孩子会来, 孩子我们需要看顾他们, 那些父母亲需要能够自由的敬拜, 所以那些需要的我们不需要去满足, 听到吗? 接下来几个礼拜, 我们会向你们送个报告, 所以当那个青少年呢, 有时候青少年突破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小学的小孩子带进来, 七到十一岁的, 他们也可以参与, 因为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些孩子,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他们没有, 我们可以贡献给他们, 他们就停止不幸福了, 但是我们可以激励年少的, 我们就倍增我们的后裔, 神应许亚伯拉罕, 你的后裔, 就好像海边的沙这样多, 我会倍增你的后裔, 好像天上的星星, 我们也要神在我们生命这样做, 我们也要神我们这样做, 因为神应许了, 你的小组可以变得更加的好, 那个组长呢, 他们会把这个教会推到更高, 这是第七点, 你可以明白吗, 你怎么可以被神大大使用呢? 神可以背着你自己, 如果你在教导很好, 很多人会学习道, 如果你祷告很好, 很多人会学习道祷告, 所以看你是谁, 如果你是个好的领袖, 你对人很好, 你就可以产生出属于你那种人, 就是倍增你的后裔和种子, 奉耶稣的圣明, 我祷告更多人的心是敞开的, 让我们有更多, 更多的那些, 更多唱歌者, 更多的组长, 更多的招待员, 因为神应许了要倍增我们的后裔, 不是一个人, 那是更多的人, 然后第八点, 神说我要启示这个土地给你, 那么看了上世纪十二章, 去到了我要你去的那个土地, 就是土地的祝福, 写下来, 土地的祝福, 所以你很重要的要夸解到, 土地的讲到我们的产业, 土地的讲到我们的基业, 我们的得到的, 若你买一间屋子, 这是你的地址, 这是那个土地, 神要祝福我们, 把我们带进, 神要给我们的基业, 这成为我们的部位, 属于我们的, 你自己本身的家, 这是属于我们的, 就是属灵的那种层面, 属灵的祝福, 神预许我们的, 祂只是个土地给我们看, 我们的土地代表我们的基业, 土地代表我们最终的命定, 土地代表神所计划给我们的, 神要我们进去的, 如果这个2015年, 神要带你进入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土地, 这就是你应许的地, 你从埃及出来, 住在荒野, 然后你越过, 然后去夺取, 所以神应许给我们的应许地, 就是应许给我们的土地的祝福, 祂应许带领我们进入 祂所承诺给我们的, 使得我们可以梦想成真, 多少人已经准备好了, 进入神的为你生命所预备, 你必须进入你的成绩业, 神为我们计划了, 我们必须进入, 我们不可以放弃, 所以眼目要专注, 神所应许给你的, 不断的辛劳努力, 不断的, 祷告直到你进入神要你应许的, 我们不可以向左看向右看, 我们要向前看, 祭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当如果气的时候都拦阻了, 如果受到拦阻了, 我们不可以放弃, 如果环境困难, 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刚强起来, 知道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那块土地, 有时候在那个土地上有敌人, 你要去到那里, 也要领受应许之地, 但是有征战需要去打的, 我们要打这种征战, 为你自己征战, 为你的家庭征战, 征战使用你可以进入, 为你的保险祷告, 为你的他们婚姻祷告, 为他们生命祷告, 为你的孩子祷告, 知道每一个人, 那个能够进入的必须进入, 知道没有人会留下来, 然后给你第九点, 神祢祝福你可以打胜, 应许的你可以打胜你的敌人, 神祢允许给我们的得胜的祝福, 胜过敌人的祝福, 不论你的敌人是谁, 在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东西是很张心的, 我们的钱币掉了很多, 现在同样的一个英镑我们会还很多钱, 不是我们的犯罪, 不是你做一些错的事情, 我们因为不好的执政的受苦了, 听到吗?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治很好笑, 好像很多可笑的故事在发生, 所以所发生的事情不能够被解释的, 听到吗? 没有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 我们的国家会来到这个地步呢? 听到吗? 不好的执政, 不要讲政治, 因为在马来西亚是没有政治的, 我再一次地说, 政治的意思是说, 有好的那种, 那种好的执行出来, 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灵感, 我们所讲的政治是什么, 没有人会什么来争战, 争取, 没有人争取什么东西, 感谢神的执政在祂肩膀, 不是在别人的肩膀上, 然后祂执政的增加, 还有祂的和平, 将是没有穷尽的, 当时的国度临到地上, 祂要击打一切, 那个石头呢, 不是被手所做的, 被打断了 那个半年半角的 瘦削的脚, 然后使善, 打碎它, 这就是所发生的, 是要打散这一切, 祂要击碎它, 祂要摧毁它们, 所以公义可以高举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得胜, 我们感谢神这个得胜, 因为神预许我们, 我们可以打败仇敌的得胜的祝福, 然后应该要给你第十点吧, 第九点, 神预许我们要给我们打败仇敌的祝福, 祂说, 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 我们要得着, 所以这下期六到八个月所发生的, 已经开始了, 神预许我们的得胜, 那就是基督的仇敌, 还有我们前途命定的那种敌人, 让我给你最后一点, 那个不寻常的人的祝福, 第十七章, 让我们看呢, 《庄司记》第十七章, 让我给你第六节, 《庄司记》第十七章第六节, 我必须你的后裔既其反过, 国度从你而立, 金王从你而出, 就是这个不寻常的人的祝福, 你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 不论是政府, 或者是反对党, 我们没有 一个很有数字的人, 在两方面, 如果不是这个人的话, 那样的话, 我们要选的, 所以呢, 我们没有很多可以选择, 但是神应许我们, 祂应许的金王, 祂应许给我们金王, 祂应许给我们金王, 祂应许给我们有策略的人士, 祂应许给我们夺起城市的人, 改变世界的人, 建造国家的人, 神说, 从你呢, 金王从你而出, 所以我们要请求神, 从每个结构, 机构, 从教会, 或者从警察队, 或者是特别行动主, 或者是反贪污会, 从各些机构, 所以会带出的好的人, 把坏的人除掉, 把贪污的人除掉, 因为这是祂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呢, 有素质的人的祝福, 不寻常的人, 没有一个国家, 能超过他的领袖带领的, 如果不好的领袖, 一切国家, 一切都变成不好, 但是神对我们是美善的, 这是这个礼拜, 我们所要祷告的, 就是亚伯拉尔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 借着我们的好的君王会兴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的少罗, 那个好的人呢, 他少罗全部把他们除掉了, 我说也很担忧那些好的人参与政治的, 如果他们不够强, 就被这个制度吞灭掉了, 我在祷告, 神会有大大的硬性, 将会有激烈的改变, 不能够回头的改变,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 神会兴起敌对贪污腐败的, 一切人们的计划, 他们就不能够成功, 听到吗? 神要拯救我们的国家, 所以这个星期三晚上很重要, 我们要来到教会, 我要跟你们分享二十分钟, 我们要一起祷告, 因为我相信呢, 这个礼拜呢, 我需要去到 Dr. Tunni Bakari的家, 因为她大女儿要结婚了, 但是我感觉到不能够去, 我感觉到必须留下来, 还有我身体呢, 也是状况不大好, 所以今天比较更好, 明天会更加的好, 星期三呢, 我们这样推动, 我也需要这个挑战, 有时候你要挑战的时候, 一些额外势力就生起来了, 突然间那肌肉更加僵硬, 所以我看到一些事情发生, 你是不是蒙福的人吗? 神说我要祝福你, 你要成为一个祝福, 别人的祝福, 还有你对别的家庭的祝福, 还有在生命的每一方面, 所以为什么教会可以做很多? 不要让敌人向你撒谎, 或我们什么都不可能做,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被呼召来 祝福了世界各国, 这就是我们的呼召, 我说这是神要我们生命所做的, 我们必须祷告, 只要天堂被打开, 我们要这样行动, 只要他们别人可以从 咒诅的进入祝福里面, 你知道很多家庭在受苦吗? 你知道吗? 很多外币的马来西亚钱币的贬值, 很多家庭都受苦了, 就算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来跟随这个英国的制度, 教育制度, 这很困难的, 不是因为神恨你, 或者是神不喜欢我, 这是我们走活的真实的世界, 因为世界是圆的, 如果问题在一些事, 一方面发生, 传到别的地方, 但是呢, 神的盟业呢, 我们要持守, 不要改变游戏的规则, 如果你改变游戏规则, 你就改变整个游戏, 由持守神所说的, 让神证明他自己, 让祂祝福我们每个人的时候, 不要做错误的决定, 不是神呢, 要敌对教会, 不是说因为你犯错, 乃是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垃圾要很快地被清除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回我们的生命, 他们吞灭了整个国家, 他们要玩他们自己本身的游戏, 但是我们要拒绝这次游戏, 所以今天晚上过去一起站立, 我们要成为祝福的源头, 今天早上让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感谢祢今天早上, 我们要很清楚地站立, 站立在公义的岗位上, 我们继续一切贪污, 我们继续贪污人士, 我们把国家的前途从那些贪污人士手中夺回来, 我们说他们不能够兴起, 他们的愚蠢的一切要停滞, 我们国家的受苦要停滞, 我们人民的受苦要停滞, 我们对敌人的仇敌的城门说, 供耶稣的生命, 你要停滞, 我们停滞, 这个黑暗的狮力要停滞, 供耶稣的生命, 我们祷告祢把我们从宁兰中的多出来, 一切垃圾的敌人在倒他们的国家, 我们说马来西亚人要兴起来, 马来西亚人心要转向神, 马来西亚人民要兴起来, 开始说出真理, 所以让你说一切邪恶的计划开始倒塌, 不能够成功, 这个礼拜我们开始宣告征战, 对敌人的征战, 所以你差遣了真正的天使领导, 记得神跟我们说的, 在六到八个月的猜拳上真正的天使, 这个真正可以得胜的, 因为神跟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一切仇敌所做的, 你暴露一切仇敌所做的, 那些黑暗的, 他们跟黑暗势力挂钩的, 他们辈要被摧毁, 我们祷告了祢的审判领导, 你要自行祢的计划, 让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让祢的国度降临, 在马来西亚, 除去仇敌的力量, 除去不好的执政, 还有的不承受的, 供耶稣的圣明, so that the fear of God will be upon the heart of our land, again they are despising your name, again they are despising your cross, again they are despising your word, 他们不能够在污蔑你的话语, act oh God sovereignly, 神来来应行啊, 为了你的圣明, because you have spoken your word, 为你发出你的话语, Holy Spirit fall upon our land, 圣灵来领到我们的土地, come on lift your hands and begin to call on the Holy Spirit to fall upon our land, 我求圣灵来领到我们的土地, 领到我们的家庭, 领到马坡, 领到马坡, 供耶稣的圣明, 请领到我们的圣灵啊主, 领到我们的圣灵, 在这个礼拜, 你又转整个国家, 这个来临的礼拜, 领转你的人民, 大大的应行, 大大的应行, 祭拜一切的仇敌, 祭打一切仇敌, 摧毁仇敌的力量, 除去一切人丘容, 奉耶稣的圣明, 让马来西亚得救, 让马来西亚得医治, 让马来西亚得释放, 奉耶稣的圣明, 感谢主使我们处于祝福, 借助我们世界各国都要得祝福, 我们的后裔要得到仇敌的城门, 奉耶稣的圣明, 我们关闭仇敌的城门, 我们感谢祢主, 让马来西亚新起来, 让马来西亚进入祢的光中, 和祢的圣明, 新的事情发生, 新的带有人力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礼拜, 新的事情将要发生,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喜乐, 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 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奉耶稣的圣明, 我们这样宣告, 我们发出这个意见, 我们宣告出来, 我们大声呼喊说, 你必须要被告知, 我们再一次的赞美祂, Hallelujah! 我们再次赞美祂, 我们再次赞美祂,